今天想拍一個Chanel Toad的Unboxing Chanel Toad是非常出名的 每一次出都很快賣光 因為它的價錢比其他包包便宜很多 而且整個Toad容量很大 所以是熱門的貨品 我這次這條影片有三個Toad 其中一個其實我已經用了 我們事不宜遲開一個 這個是還沒開的 絲帶全部都綁住 好了 很重 開箱 就在這裡 非常重 其實我已經知道是誰 這個 但我也很期待 因為已經很久沒見他了 卡禮物 有這個很大的塵袋入住 黑色 好漂亮 好重 就是這個 這個是他們最新款的Toad 就是這個Caviar的皮 希望focus到 因為我發現 控制度太前 會outfold 我有近視 所以我其實不太看到 會否focus到 希望你們看到 不過這個是近期最熱門的Toad 很多朋友想搶購 也搶不到這個 這個 這個是小尺寸 它的皮是Caviar牛皮 所以比較 耐用很多 其實我一會兒會說 它那些麻布料 都很耐用 而這個Toad 有一個手柄 還有這個鏈 很重 在這裡 而且我發現這個款式 有這個肩帶的位置 平時是一個鏈 這條鏈裡面是牛皮 所以是比較特別的Toad 因為平時是麻布質地 這個為什麼這麼多人想搶購 是因為 它們通常小尺寸 不會有這個Handle 通常是大尺寸才會有 這是鐵的Stat 希望focus到 後面是沒有東西的 下面 真的比較重 這個 看看裡面 好 拿了東西出來了 也是一樣 跟平時的Toad 也有這個鑰匙帶 還有它裡面的質地 原來是Sway的質地 這個 是這樣 一大格 有一個拉鍊暗格 兩個拉鍊暗格 有磁貼在這裡 可以關上它 但沒有拉鍊 所有Toad都沒有拉鍊 超漂亮的 超漂亮的 這個 而且尺寸也很適合 我的格子比較小 五尺二寸 所以這個尺寸也很適合 不會看起來很大很大 下一個我拆了蝴蝶 但我沒用過這個 因為我記得好像是郵寄給我的 所以我也想確保 裡面沒有穿沒有爛 包包 而且它也是一樣 有一個黑色的大布袋 好漂亮啊這個 這個超級喜歡 而且我現在有點喘氣 很重啊 剛才那些盒子 就是這個 這個是他們的季節款 是本來的 它的尺寸是小尺寸 在美國通常最看到的尺寸 就是這個尺寸 而且它大尺寸 有手柄 還有鐵鏈 它其實還有一個小尺寸 是方方的尺寸 我會放一些照片下來 那個通常在Department Store 或者在歐洲 甚至在香港 才會看到尺寸 美國通常專門店 入貨就是入這個尺寸 然後我覺得很漂亮 這個 是我最喜歡的粉紅色中腰 是有點閃亮亮的 看不看得到啊 很漂亮啊這個 超級超級漂亮 這個質地 也是麻布的 Twee的質地 Twee我不知道中文是什麼 但是比起 之後我展示給你看那個 感覺是軟熟一點的 就是它的質地 後面呢 就是沒有東西 下面 而它這個鍊 就是有這個 背帶在這裡 不會說背得很痛 而且它那個鍊 裡面 這些不是皮 是一些麻布 所以Chanel的Twee的價格 都比較低 因為它們不是用皮 那些 而且除了剛剛 我說第一個 那個是用Caviar的 所以那個比起平日的Twee 也會貴一點 裡面是一大格 有一個拉鍊暗格 以及這些可以放東西在旁邊 是布的質地 是用來的 而這個尺寸 真的非常適合我 我可以拿回剛才 第一個給你們看 其實它們的尺寸 是差不多的 所以 黑色這個 很特別 而且這個 忘記了 也是季度的一款 好了 到最後一個了 相信大家都見過了 我在Top5包包的影片 都已經講過了 包包就是這個 這個款式 是長春款 一直會推出的 而且這個是他們的 classic tote 可以看到 這個是大尺寸 所以它有這個handle 而且它有一個鐵鏈 是沒有肩帶的 而且也一樣 它是一個麻布 不是皮 它完全沒有閃亮亮的線 整個都是一個麻布 偏向滑身的質地 後面就是 沒事的 也很快地展示一下 雖然我另一條影片已經展示了 不過可能有新的觀眾 裡面是一大格 有一個拉鍊在這裡 而且也是有些攝像這樣 裡面是布料的質地 Chanel的 tote真的非常耐用 這個是我戴上飛機那時候用的 我放到沒有電腦 還有餘了的位置 可以放其他東西 真的很耐用 而且放在地上 放很多東西 怎麼可能會變少許型 但完全沒有 而另外那兩個 我暫時還沒用 所以不知道它那個 耐用程度是怎樣 好了這條影片就完成了 希望你喜歡 而且這三個包包裡面 你們最喜歡哪一個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而且如果你們覺得 我有什麼地方可以改善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這個影片 Subscribe我的頻道 Follow Instagram Snapchat Facebook 和微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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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